hello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用英文符號來按這邊 按-CC 因為工作比較煩忙一點 所以也沒有時間拍、剪 也沒時間籌備那些稿 所以我也一對一起拍 就是一天內拍完全部東西 那在這裡宣傳一下 如果你要看妝看伺服 你可以在 Instagram 聯絡我 想要查一下我早前的妝想 你可以查一下我的表情 美妻 《日判夜判》終於判到了 Shoo Imura 虽然这个节目应该是在6月的时候了 现在已经是结束了啦 这个Pico的节目 可是我真的是真的是 只有现在还有时间去拍 可是今天主要的呢 我是要分享他们的 磁妆不暗沉底妆 虽然Pico 这个系列的 可能我会放在影片的最后 可是主要还是Shoo Imura的分点 好 那我们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影片 Let's go 那我要用的分点呢 就是Shoo Imura Unlimited Foundation 那我用的是MAP version的 所以如果你们是想要追求 比较自然 比较有点透亮感的话 你们就要选另外一个 保湿一点的Vision 那会有慎重前三个色号 我哥会打他们的色号在旁边的 那方的说法呢 他们是可以持色不暗沉的 而且还可以达到一个8小时的磁妆效果 所以今天呢 不管是它的粉底 它的定妆粉 再到它的定妆粉 都是持久系列的 所以我今天都会用完他们这一系列 来看它是否真的可以达到一个 不暗沉而且也持妆的效果 那为了能让粉底 能发挥到一个最好的效果 我也会用它们专门来上它们粉底的粉底刷 来上粉... 很多个粉底的纸 看过它的粉底的视频 就是真的是 它的效果就是很像你这样一抹上去 它就是很均匀的补开 我是真的没有用过它们的粉底刷 我直接用重的来上去 如果它太沉了 我才差一点点深色在我的脸上 看到吗 我按了这样多次它都没出来 证明它是 我真的是第一次用的 看它的效果 现在运开它 它的流动性其实也没有长到很强 别人的一集是留下来 可是我的一集也是这样子 它也没有 留下来 本身的皮肤呢 是混油皮 然后我已经上了一个保湿的primer 然后刚才我剃骨鞋的时候 我弄了一点点红红 看到吗 所以就可以顺便测试一下 看是可以盖掉 然后还有我的黑眼圈 我也是没有去遮 所以我就是靠这个粉底 看它可以遮完我全部的东西 这样子打开 哇 是有点白了 然后再用它的粉底刷 嗯 试了很快 然后我直接用它的刷子在我手段里面上脸 然后我上脸 诶 这个时候 这样子刚刚好 失败了一点点 可是还可以接受 这样我就不用掺舌了 我觉得这样子上比较快 就直接在你的手上 这样子打圈 然后这样子不开 很快耶 真的 我半边的脸就好了 我 哦 没有什么任何的技巧 你可以看到 刚才我其实是在试了 可是我试试一下 诶 它就已经好了 它就已经 服贴了 把这个粉底刷 它这里是圆的 所以我这样子推进来的时候 它就可以照顾到我们一个位置 而且它的毛不会刺脸很舒服 你看我这样子试试 它也不会红红 我才发现到原来我的相机 跳到一点点曝光 我相信最多新手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 他们用完粉底刷 会有那个刷痕在那边 所以 我再刷一次给你们看 放大 刷给你们看 你们可以看到 我这样子刷过去 它是没有那个刷痕的 而且它是很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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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有一个缺点就是 如果你的皮肤是有痘痘啊 有瑕疵的话 可能是遮不到了 因为一来这个粉底 它是主打 轻薄 可是它没有主打高折下 因为你看我的这个红红 它其实也是可以看到 然后我的黑眼圈 其实是遮了一点点啊 可是它没有讲是完全的浮河 它出来的效果是 不会厚重 而且有自己的皮肤的那个质感的 因为我用了白色套啦 所以它是有提亮了一点点 可是你可以看到就是 它不会是因为提亮了我的辐射 而看到很假这个感觉 它还是很自然通透的 看到吗 而且我这个底妆 刚才半边的人 应该是没有一分钟 就已经是上完了的 搭配了这把刷子啦 真的是 刷刷刷就好了 OK 我懂有些人不喜欢用手啦 可是 它这样主打就是这样子 放一片啊 好 哦 它真的是这样子一脱哦 就好了 OMG 真的 这个妆下我真的 触乎于了 因为它真的 太快哦 其实你可以看到我这个妆感哦 它触到来哦 是刚刚好的 虽然我平时出门都会用遮瑕膏 可是你可以看到 这个粉底涂出来 就算我没有用遮瑕膏 它都是呈现到一种很 很自然的感觉 这个真的是因为我在我的意料之外 真的我真的是以为会翻车 因为我看到 评论真的是有很 两极端的一个 评论 就是有些人会讲 很敢 太敢 可是我觉得我上脸过后 它很滋润 然后有些人就讲 它的流动性很好很好 就是它很保湿 可是 我刚才挤出来 我觉得它的流动性也没有讲到很强 然后 又有些人讲它 感到会浮粉 漆皮 但是 不会啊 4K 相机的一个情况下 你们可以调到去 那个 Quality 那边 你可以调到去4K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 效果 没有 激动 没有 美容 美容 只是有一点点 T Brightness 你可以看到 那个效果 Lost Focus OK 直接放到最差给你们看 看到吗 看到我的那个 法令纹 它都没有很干 而且你看到 它还是有点点光光的 黑眼圈是没有什么准夹力 可是它出来就是很快速的底妆的效果 黑眼圈也不会讲是有那种 一粒粒的那种粉感 额头额头应该也没有什么看 鼻子 嘴巴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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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4K来看一下这一期视频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底妆是有波绝 问我的朋友 为什么你这样喜欢用Sui Mora 现在我真的知道了 天啊 我爱Sui Mora 我会把影片放在后面一点点 就是我会早上起来上妆 然后 8个小时之后 我再看它有没有暗沉 或者它有没有卡粉 什么之类的 因为讲真的 我现在上完脸过后呢 它的效果真的是100分 真的是完全的100分 我很久没有用到 然后 这样 评价又 好用的粉底 下一个产品呢 就到Sui Mora的定妆粉 这样子 然后拍开 比较颗粒 比较大的 比较粗的定妆粉的话 你上在黑眼圈这个位置 我相信有预购人都会知道 就是你会 看到很明显 一粒一粒 然后有很多你的卡纹 那个线条在那边 看对比 它就是变成了这种 磨皮的 你可以看到这里是比较 磨皮 比较滑的 然后这里它还是一点点 这种光泽感 这个是没有上 定妆粉的粉底 它还是一点点 这种 的一番 如果喜欢有一点点光泽感的 你就可以 不用上定妆粉 直接上一层你的 粉底就好了 这里是滑 这里是 粉底 完全 配纸哦 它是真的没有那种粉感的 很轻薄 对 有没有那种很 studio的感觉 studio的妆感 你可以看到刚才 从我上底妆 到我上 定妆粉 我都是在一边解释 所以我其实没有很认真的 它在上 我都是随便的上外 它都可以出来这种 很 studio的感觉 你认真地去上你 花一个小时去上你的底妆 不可能 像不出我这种效果出来的 所以你也要相信你自己的技术 嗯 再来呢 就到底妆的最后一样产品 Limited magnifying makeup fix Mist 清好 它叫做Mist 而不是setting spray 所以Mist跟spray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Mist 它出来的颗粒 会更细腻 更小 所以它不会喷到你的脸上 有那种水族 滑落下来的感觉 你们看 话不多说 味道是那种果香味 它不会是那种很 细腻的味道 因为我相信如果你用过setting spray 你可能也是修过一些很奇怪怪的味道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刚喷完了 我整个脸就是已经干了啦 OK 所以也是一样 我会带妆8个小时 然后再看 它的效果如何 再来就到我们的眼妆 今天我用的是 Shrie Murafiko的 Lemon Fist Eye Palette 它的颜色呢 你不能讲它很不自然 可是你也不能讲它很自然 可是你也不能讲它很不实用 你也不能讲它很奇怪的打色 有橘色啦 打底色米色 巧克力色 青色珠光 紫色珠光 还有一个金色的珠光 哦不是 不是紫色 它是有点糯米色 所以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 就是这种颜色的搭配 用到面 其实是蛮容易用的 这个颜色 我觉得这一盘 是它这几盘里面 最好用的颜色 抢了这个颜色 来打底你整个眼睛 橘色还是巧克力色 橘色的话 就会比较显色咯 如果你用巧克力色的话 就会比较自然一点 可是因为这个巧克力色 它毕竟都是有点比较深的颜色 所以你拿的时候呢 就这样子剪一下就好了 不要贪心刷下去 OK 所以我通常呢 这种深色我就会 只是上在眼尾罢了 只是上在眼尾这个部分 让到我整个眼睛呢 就是比较 深邃一点就好了 这种金色 或者糯米色 或者金色的珠光 要讲的 所以都是比较晚宴的时候 可以用到的 可是这个糯米色呢 你可以提亮在你的卧铲 这个位置 你提亮了才是 蛮自然的 然后如果你是去晚宴的话 你也可以用这个金色的 可以提亮在这个位置 它就会有点bling bling了 这个青色呢 它真的涂出来 也还好吧 你看它其实是很自然的 它不会养成那种 很旺美风格的青 我会用pico的这个pitch toffee 来上我的口红 嗯 很丝滑 它出来就是这种桃色的 好 我们现在来上一个8小时的影片 Go 5点14分 应该是5点14分 我来看一下那个 土壮 太凉了 太凉了 应该是 应该是1点 1点花的壮 1 2 3 4 应该是5个小时了 5个小时 现在还有3个小时 我应该是不错的 我刚才画了这个装够 我是戴着口罩 做工 它是有印到啦 是有印到一点的 可是 比起 比起我用的 啊 平时的分地的话 它是印到的算 算少了吧 就只是鼻子这个位置 我的脸是没有的 就是因为鼻子 我讲的话 我会摩擦到我的这个鼻梁 所以它肯定会 调一点这个 很理解啦 现在是7.34分 其实啊 你可以看到它是有点点出油了的 就是 比起一开始完全的 完全的 到现在有一点点 自然的这种 光着感 的效果 所以我觉得这个出油的状态 是可以接受的范围 因为它不是到那种 大油光的嘛 它这种是很 那种很 很自然的 光着感 所以 我到晚上回到 应该是10点多 然后我再拍一下那个妆感 是这样的 就是完全没有鼻妆的状态 因为它现在是已经开始 慢慢出油了 所以我现在就要挑战一下 多过8个小时 过的妆感 是这样的 所以我现在出门 回到来 应该是11点多 所以应该是超过12个小时了 可能12个小时左右啦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12个小时后的妆感 是这样的 我回去再用香气拍给你们看一下那个效果 我现在的时间是3天 接近9-10个小时的时候 它就开始 吹油到有点严重 你看到 你看到 这个油光是有点 对我来讲 我是比较喜欢压光的 所以这个对我来讲是很多的 可是 有些人 会觉得这个很好啦 尤其是额头 我觉得是蛮 特别亮 这个是我 接受不到的 但是没有 浮粉 可是 我这里发另外 它是有一点卡的 比起我用的其他一些粉底喔 这个算是真的是 很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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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有些粉底它是一整条线都会有 可是它只是 在小小的一个嘴角有味 所以我现在会再 上 那个粉底的颜色 看它有没有 半层 Oh my god 这样子给你们看一下那分别 这里半边也是重新上过了 这里是 13个小时的效果 可以看到就是 刚开始上的时候 跟你13个小时 上的那个分别 第二次肯定是有一点掉的啦 因为我 都戴着口罩整天 所以脸颊肯定是会掉 可是你可以看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因为没有什么摩擦到 那个口罩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三条线的位置 它其实跟这个小型的颜色 是一样的 好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这期视频的话 记得帮我分享 订阅和按赞 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 晚安晚安 现在已经3点多了